啊~~~ 狐子藏我的留言 好開心哦~~~ 不要激動 只要我有看過的留言 我都會點耐心 哈囉今天明明啊 各位 我是福治 應該會很多人好奇說 欸為什麼這次的片頭有像Q&A那樣子的觀眾回饋呢 其實啊 是因為 我被嚇到了 有看我上集Q&A的人應該就會知道 我那一支Q&A募集影片 足足募集到了4000條留言 那個時候要來做影片 光是整理那些問題就花了整整一天 這樣是在太的話時間了 所以從今以後呢 你們每看完一支影片有任何問題 就直接的留言去問我吧 我會從留言裡面挑一個像今天這樣 放在開頭跟大家直接回應 那如果有那種可能開頭兩三秒回答不完的問題咧 我就會整理起來 然後做成一支Q&A特輯 所以咧 看完影片有任何想法就直接問我吧 好 今天呢玩什麼咧 各位小鐘應該都玩過足款式槍吧 沒關係 不用回答我 我知道你們都沒玩過 大部分的小男生雷 對於槍戰都有一種莫名的憧憬 我當然也不例外 不過啊 時代在變 現在人人都有手機 人人都有電腦 想玩槍戰的時候 誒 走開戰啊 吃雞啊 誒誒誒誒誒誒就上鍵了 就可以開戰了 哪像我們以前 想玩槍戰是不是 OK 你說槍 不然就是隨便拿個文具之類的 在走廊上 stepping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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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ot rats 這是美好 presum法的回憶 像禮拜 integrating 整理觀眾Q&A的時候 有位觀眾留言 勾起了我這個美好的回憶 我想了一下 他們好像八百年沒看到這個東西了 我覺得不行 這種古老的手工藝技術不能失傳 所以在今天的時間開始之前 我們來學一學怎麼做足筷子槍吧 好 要做足筷子槍 你需要的材料非常簡單 足筷子五隻 橡皮金虎條 一把美工刀 很有 最重要的 就是一顆赤子之心 第一步 先在這五隻裡面你挑一隻你看最不順眼的出來 然後拿出你的美工刀 切一半 切出筷子有個小技巧 你可以把它這樣子按住 然後前後這樣子滾動 啊這樣子滾了幾圈之後你就會發現 咦 這上面有一個縫對不對 你就朝這個縫 哎 一下就翻開了 那翻開之後上面就有一些鬚鬚 你就把它修掉就好了 把你看最不順眼的筷子切一半之後咧 再選一隻第二不順眼的筷子出來 再把它切一半 這邊的長度要跟剛剛這隻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比對一下 好 從這邊開始 好 到這裡為止來跟得上嗎 接著咧 壓住 另一隻手弄著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打叉叉的形狀 拿出你的一條橡皮筋 從其中一邊的頭這樣套進去之後 然後這樣子轉 轉到 哎 沒得轉了 就把它這樣子套到另外一個頭上面去 哎 接下來咧 拿出這兩根比較長的 這樣子夾到尾巴這邊 夾完之後咧 跟剛剛一樣 拿出一條橡皮筋 從上面這裡 轉轉轉轉轉轉 另外一邊 一樣 轉轉轉轉 來 這樣子槍托的形狀就完成啦 接下來咧 把剩下這根長的 從前面這邊套進去 留在外面的長度大概是一半再多一點點就可以了 拉好距離之後咧 轉好之後 把它套回去 注意這三根要平的哦 再來 最後一個步驟 倒數第二個步驟 剛剛其中一根短的 隨便拿一根你喜歡的 看哪一根可愛 這樣子督進去 最後這條橡皮筋 從這邊套進去之後咧 不可以從這裡繞哦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從這裡繞的話 板機就會變成往前的 這樣它等一下就卡不住橡皮筋 所以 你要這樣子往後 這樣子繞 繞繞繞繞繞繞 你們有沒有發現 哎呦 角度越來越大 所以你可以適時的 稍微往前這樣子繞幾圈 把它喬回來 自己抓角度 把它扣上去 最後一個步驟呢 你要在前面槍頭這邊 用美工刀刻一個小奧槽 不然等一下你的橡皮筋 會一直彈回來打到自己 把槍這樣子橫著放在桌上 然後用你的美工刀咧 這裡 這樣子往底下 切 切成像這樣一個小奧槽 這樣就可以這樣子卡上去了 那如果你發現你這樣這邊 這樣子亂撬的話 再補一條橡皮筋 到此呢 一把竹筷子槍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非常簡單吧 記得不要近距離朝前 或是動物射擊哦 既然大家都會做竹筷子槍了 那麼接下來 巨大化學 又你的鬍子只能玩竹筷子槍 既然現在長大了 就來玩竹子槍吧 那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把所有的竹筷子 直接換成竹子就好了 不開吧 那現在問題來了 竹筷子可以用竹子取代 美工刀可以用電鋸取代 但是橡皮筋 用什麼取代咧 橡皮筋 可以用吊床取代啊 上次呢 我拍完這個吊床之後 看到底下有一些留言說 嘿 鬍子真是有夠浪費的 一次就浪費了三捆塑膠 開玩笑 我這個人最討厭浪費資源 吊床做好之後 就一直擺在這邊 我一直繳盡腦子的思考 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二次三次利用它 現在 我們就賦予它新生吧 來 哈 這樣我就有一堆繩子可以用了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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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這樣子 這可以這樣趴著沒問題耶 吼 吼 好方便喔 哈哈哈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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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剩最後一個步驟啦 最後一個步驟咧 就是把反擊裝在這裡 然後 就完成了 但是咧 最後一個步驟特別麻煩 因為最後一個步驟 這裡是必須要活動的 所以不能像這邊這樣子綁死 所以 今天的主角 終於要登場了 這位主角 你們也非常的熟悉 沒錯 又是我們的 彈力神 哎呀 哎呀 我完全在練手啊 哎 哎 哎 最後只要把它 拉上來 啊 拉上來 扣墜 完成了 完成了 吼 吼 真是千辛萬苦耶 雖然說做出來是做出來的 看起來威風是威風 但是 身為一把竹筷子槍 不對 身為一把竹子槍 重點還是 能不能射出橡皮筋啊 那我們就 火力檢測時間 哈哈 大人先擺一邊 先用小的來火力檢測看看 這樣才看得出差別 選手一號 普通的竹筷子槍 瞄準 Fire 直接讓這把上吧 來 子彈上 藏 子彈上 子彈 子彈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是要怎麼上糖 太遠了啦 等一下 我想一下 等一下 這樣 應該可以這樣 往一邊先扣好 然後靠著牆 拉 過來 拉 拉不動 吃蒜 泡管做太長 好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可以拉到哪裡 泡管做太長 我們就把它鋸掉 OK 這邊修搞好潮好了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3 2 1 射不出去啊 為什麼射不出去 是不是這裡摩擦力太強了 往上 這樣子 帶一點 這樣子應該就出得去了吧 好 瞄準 3 2 1 OK 沒關係 下面太長了 會卡到 是不是 3 2 1 哎呀 啊 為什麼還是出不去 上面這個摩擦力太高了 完全咬住 出不去啊 我不信 我把它弄到最上面 我就不信 這次還是出不去 啊啊啊啊啊 出不去啊 一道出不去 噢 天也快黑了 來總結一下今天的實驗吧 這個主槍有些設計不良的地方 第一 這邊有沒有 我雖然綁得很緊了 中間這根槍管還是往底下跑下去 結果變成這樣 但是可以在上面跟下面 各加兩個橫的 這樣上下就可以把它固定住 這樣這個就不會到處跑了 然後呢 第二個大問題就是 這個彈力帶因為它是健身用的 所以它的摩擦力很強 就是要防止你的手滑掉 結果摩擦力強過頭 卡在這邊根本就射不出去 再來是用手動發射 啊 這樣根本就不是竹槍吧 所以咧 總結來說 今天的實驗 不算是成功 但是我們學到了一些經驗 基本上這個只要把彈藥的問題改良 應該就可以順利的發射出去 那總之 就先擺著吧 搞不好以後找到適合的彈藥 它就可以復活了 OK 那今天的實驗就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可以點旁邊這些小框框喔 好 那今天就這樣囉 我是胡子 胡搞的胡 小子的子 我們下次再見